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美元首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晤后 岛内舆论对会晤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表态 持续关注 呼吁把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两岸和平转机 依据中国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 15号第二次政党协商达成的协议 原定于18号上午 由马英九基金会公布民调结果 最终决定侯柯佩还是柯侯佩 但没想到结果出炉后 柯文哲正迎拒绝签字 再次让蓝白河陷入僵局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关注两岸两个关注特别好 欢迎收看海峡卫视 今日海峡我是传叔 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当地时间11月17号上午 亚太经合组织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在美国旧金山莫斯科尼中心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 并发表题为坚守初心团结合作 携手共促亚太高质量增长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 亚太经合组织建立领导人定期会议机制以来 始终走在全球开放发展的前沿 有利促进了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经济技术发展物资人员流动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经济面临多种风险挑战 作为全球增长引擎 亚太肩负更大的时代责任 作为亚太地区领导人 我们都要深入思考 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亚太带到本世纪中叶 如何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年 在这一进程中 如何更好发挥亚太经合组织作用 习近平强调 我们应该秉持亚太合作初心 负责任的回应时代呼唤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全面落实布特拉加亚愿景 建设开放 活力 强韧 和平的亚太共同体 实现亚太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共同繁荣 第一 坚持创新驱动 要更加积极地推动科技交流合作 携手打造开放 公平 公正 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 加速数字化转型 缩小数字鸿沟 支持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等新技术应用 不断塑造亚太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 中国提出亚太经合组织数字乡村建设 企业数字身份 利用数字技术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等倡议 更好为亚太发展赋能 第二 坚持开放导向 要维护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 支持并加强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 多边贸易体制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武器化 泛安全化 要坚定不移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加快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 中国成功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注入新动力 第三 坚持绿色发展 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 扩滤 增长 厚值亚太增长的绿色底色 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 我们提出亚太经合组织绿色农业 可持续城市 能源低碳转型 海洋污染防治等合作倡议 推动共建清洁美丽的亚太 第四 坚持普惠共享 要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 深化发展战略对接 共同解决全球发展赤字 欢迎各方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 深化减贫 粮食安全 工业化 发展筹资等领域合作 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让各国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中国将继续支持亚太经合组织 开展经济技术合作 共同做大亚太发展蛋糕 习近平强调 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高质量发展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中国式现代化 为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 提供新机遇 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努力 推动亚太合作 取得更多丰硕成果 共同打造亚太下一个黄金三十年 会议由美国总统拜登主持 主题为 为所有人创建强韧和可持续未来 会议发表了2023年亚太金河组织领导人旧金山宣言 王毅参加会议 当地时间11月15号 中美元首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晤 岛内舆论对会晤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表态持续关注 呼吁把握中美元首会晤 带来的两岸和平转机 会晤中 中方深入阐述了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 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中方重视美方在巴厘岛会晤中 做出的有关积极表态 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 体现在具体行动上 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中国中将统一也必然统一 美方则重申不支持台湾独立 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台湾望报注意到 中方当面向美方提出的涉台表述 除了既有立场宣示外 还有三项重点 第一 停止武装台湾 第二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第三 中国终将统一 文章说 这三点都是过往中美元首会晤时 中方从未提及的新话 针对中方要求美方停止武装台湾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 特聘教授王信贤提醒 这一说法较为罕见 他分析 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对台军售 也包含现在进行时钟的一些动作 例如美国要把军援和军火 提供给台湾地区等做法 台湾中国时报则提到 此次会晤成果不少 中美关系的缓和 对创造两岸之间和平发展的氛围 有所注意 文章称 中美都有控管风险的意愿 如果真如预期让紧张情势降温 而台湾民众又能用选票 表达期待维持现状的声音 此次会晤 或许真能替两岸和平带来转机 台湾旺报发表题为 两岸永久和平进程 该启动了的评论文章指出 2024选举固然重要 但无论谁当选 都应该着手提出 两岸永久和平共识的进程 蓝白和胜选自然会更加顺畅 若民进党胜选 也必须面对动毒乃至气毒的问题 向文问题 我们连线北京演播室嘉宾 时事评论员朱松林 朱先生您好 有台媒发问称 中美都有控管风险的意愿 如果真如预期让紧张情势降温 而台湾民众又能用选票来表达 期待维持现状的声音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 或许真能替两岸和平带来转机 对此您有何解读呢 此次习主席与拜登总统 在舅金山举行会晤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谈到了台湾问题 两国元首都非常重视台湾问题 而且明确地提出来 希望都能够对台湾问题的风险 进行管控 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而不是在台海地区 使得风险转化成危机 使得两岸之间进一步走向动荡 使得两岸的局势不可控 那么这样的一个期待呢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 良好的大的环境的一个改变 那么这样的一个改变呢 应该说对于岛内来讲呢 也是个非常好的机遇 就是目前岛内呢 其实也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也就是2024年的台湾当局领导人的选举 马上就要开始 其实对于中美双方来看 民进党的候选人赖清德 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危险性 尤其是赖清德本身呢 是一个自己号称是一个 所谓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而且呢 自己本身又是具有一定的 政治偏执性格的这样的一种政治人物 所以他的这种性格呢 很可能会使他自己认为啊 台独不会着致风险 不会着致战争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这个顽固地坚持下去 而且呢 会在自己如果说当选之后呢 这个继续推行台独的路线 那么这就很可能会使得两岸之间啊 走向一个不可控的这样的一种危机 那么应该说呢 这样的一种观点呢 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就是在现有的一个中美元首会晤的基础之上啊 岛内的民众啊 抓住机遇 用自己的手中的选票呢 改变岛内的政治生态 使得啊 台湾地区政治生态改变之后呢 两岸之间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啊 这个来协商解决两岸的政治争端 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呢 来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 来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 好的 感谢朱先生的点评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了解台海资讯 轻松掌握时事 跟民进党的意见不一样 1450就去咬你 民进党的检讨 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 他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这就跟台独一样 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 协议里面就是中国DNA呀 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 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派 你知道我妈罪恨什么呀 罪恨自己就是一滩烂泥 当面高风亮节 背后软道子杀人 一个比一个狠 你要看到我对你的付出 你要学会感恩 你是不是这样的委屈 远远不够不散 你不能因为自己弄我 龙城 11月9日起 每晚18点35分 就在海峡卫视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中国国民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参选人侯友宜 17号下午出席青年座谈 被问及民进党施政 及赖清德进来的言论时 猴友宜痛批民进党 用意识形态施政 更指赖清德不断用台独的思考方式 就是引战 跟年轻朋友在一起 我们要跟年轻对话 一定要站在他的立场 替他多思考 会前受访时 针对此前有台湾学生反应 无法申请租金补贴 赖清德竟回应称 要学生自己去跟房东沟通 有台媒记者就此提问猴友宜 是否觉得民进党的政策 都是看得到吃不到 其实有时候将心比心 新年朋友要申请资金补贴 就是面临他的生活经济的压力 我们不断要放宽 更要以同意性的方式 勤力协助他们 能够拿得到资金补贴 这才是政府的美德 而针对民进党2024参选人 赖清德日前旺称 他最有能力守护台湾的安全 侯友宜痛批 赖清德和民进党 都用意识形态挑衅两岸关系 这怎么保卫台湾 赖清德不断用台独的思考方式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这就是引战 要扮演和平的促进者 以及风险的降低者 大家都能够重启对话交流 避免两岸的冲突 我们再来关注岛内 蓝白河的最新进展 依据中国国民党 与台湾民众党15号达成的协议 原定于18号上午 由马英九基金会 公布民调结果 但结果出炉后 柯温哲阵营拒绝签字 这再次让蓝白河陷入僵局 17号晚 依据中国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 取用的六份民调数据 按蓝白15号达成的共识 在正负3%加起来6%的误差范围内 侯科配以5比1赢过科侯配 但柯温哲阵营看到结果后 却改口称认可的误差范围 是正负加起来3% 因此侯科配与科侯配 打成平手为3比3 而三位民调专家 对统计误差范围 要如何界定 也各执一词协商卫国 最终台湾民众党代表没有签字 我当场就要求说 那我跟柯温哲主席通话 希望知道他的立场 但是我很可惜 那时候是凌晨 大概12点10分左右 我打了两通电话 没有联系上柯主席 一直打到了凌晨2点 后来他们去请示的黄总干事 还是认为没有办法签字 我赢他如果在3%以内 我算我输了 我还是让你 就算我本来赢你 但是赢没有超过3% 我让你 他现在是要求我说 我们赢 没有赢超过6%的不算 你觉得这可能吗 这个也还有一点 今天如果要赢柯温哲6%以上 参考当候选人 我认为到大选不会赢 这直接会直接崩盘 不要再讨论所谓让3% 让5%或让几% 我们通通尊重所谓的统计的结果 每一份民调后面都有写得很清楚 他的统计误差是多少 只要在统计误差范围内的 基本大家都知道 这叫平手 那平手的状况 柯主席也说 那就由侯柯这一组来胜出 说好的统计误差定义 台湾民众党拒绝承认 让蓝白河再次停滞 18号 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到高雄 与高雄前市长韩国瑜合体 替蓝营小鸡站台 被媒体记者提问 政治人物是否要守承诺 市长觉得政治人物要守承诺吗 侯友宜笑笑没回应 到时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主委黄昭顺 抢着发声 讲出国民党阵营对蓝白河的心声 本来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要宣布最后的结论 我想这个中间他们有争执的话 当然大家继续模糊一下 当然继续合作最好 接下去要怎么走 蓝营表态 以和善为最大公约数 努力往蓝白河方向前进 要政党轮替的声音 抢着影响 所以要抹车的民众 希望可以政党轮替 劲动被你够了 我们也该七一千家 该算一算重大 侯友宜继续喊话 而柯文哲也召开记者会表示 台湾民众党期望国民党能继续协商 双方有歧义 但没有破局 尽管蓝白河仍未完全确定 但两党的基层民代参选人 已经开始提前合作 17号台湾民众党基民代参选人 蔡碧如特地北上 与中国国民党基民代参选人 张思刚游书会合体 到台北市市林市场扫街败票 虽然蓝白河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 最强人选暂未出炉 但是两党基层民代参选人 早已迫不及待地开始合作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参选人 游书会与张思刚 17号就特地邀请 台湾民众党籍民代参选人 蔡碧如北上 一起到台北市市林市场扫街败票 张思刚则表示 市林市场是台北市市林区 最重要的市场 蓝白基层民代参选人 联合扫街活动选在这里 象征蓝白共同作战 携手迈向胜利 此外 中国国民党籍新北市 七选区民代参选人 叶元之 17号在新北市板桥区 献民大道 管前西路口 挂起侯友宜和柯文哲的 联合大看板 希望借此拉抬声势 叶元之表示 所谓在野党一致的目标 就是下架民进党 而中国国民党 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参选人侯友宜竞选办公室 组织副召集人 谢龙介受访时也表示 蓝白河符合 岛内六成民意的期待 不论结果如何 都会对两党基层民代 参选人的选情 有所帮助 有所注意 谢龙介强调 这次选举的目标 不但要实现正党轮替 还要实现 台立法机构民代 席位过半 将来要推出 立民的法案 真正造福台湾民众 再来看下一条 据台湾媒体报道 蔡英文17号上午 在高雄中信造船厂 主持台海军首艘 防空型轻型巡防舰 开工典礼 台媒称 这象征着台海军 轻型巡防舰 开始进入建造阶段 报道称 这场轻型巡防舰 防空级原型舰 开工典礼 由蔡英文主持 台安全会议秘书长 孤立雄 台防务部门主管 邱国正等人出席 据了解 台海军与高雄中信造船公司 签订建造合约 陆续一计划节点 执行两艘轻型巡防舰 原型舰制造 组装及测试作业 预计于2026年完成交舰任务 该案预算为245亿元新台币 今年预算规划为47.7亿元新台币 待通过作战测评后 后续将按计划 再编列预算并建造10艘 其中反潜型与防空型各5艘 根据台海军公告资料 台湾地区将自主打造的 轻型巡防舰的两艘原型舰 分别为防空型与反潜型 将配置8枚增程型雄风3型导弹 另配置海舰2型防空导弹 消息传开后 有网友讽刺 又是一笔不小的油水 厉害厉害 也有人直言 诈骗好像已经变成日常 快下台了 也不忘记捞最后一点纳税钱 还有人质疑 让我们看看 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拉法业舰弊案 此前 台湾地区首艘所谓制造潜艇 于9月底举行颇具争议的下水仪式 对此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陈兵华 在10月11号表示 民进党当局企图以武谋独 不自量力 十分危险 只会进一步把台湾民众 推向危险境地 民进党当局为一己私利 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前 既贪腐又傲慢 台湾民众对此也看得越来越清楚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日前报道 台陆军司令部表示 由台经济部门 委托民间厂商开发的 无人机反制系统 因原型系统开发失败而解约 报道引用台陆军司令部的说法 称台军线阶段应对无人机的手段 为手持制无人机干扰枪 以及普通单兵轻武器 用于应对视距范围内的无人机 然而由于现在的无人机 大多已经具备了更先进的远距离拍摄技术 因此台军希望获得对无人机的 视距外探测和干扰能力 台当局在今年3月7号所发布的相关公告中 有四家企业入围了这一无人机防御系统项目 分别为结衡科技 创思达科技 创未来科技和雷声科技 然而上述企业均不具备 全系统研发整合与生产能力 仅能进行部分子系统的研制 最终结果是由创未来科技公司 作为主承包商中标 但仍需与创思达科技公司的 被动无线点频率探测系统整合 构成完整系统 然而由于两家企业在系统整合方面 发生了意见分歧 原定提供被动探测部分的 创思达科技公司 于9月23号致函台陆军表示退出研发 使得项目无法继续按计划进行 在台经济部门10月25号的 跨部门协调会议上 决定该无人机反制系统的 委托研究项目 依据合同条件 提前终止合同 并进行违约金处罚 相关问题 我们连线北京演播室嘉宾 时事评论员谢南 谢先生您好 怎么看待民进党当局 一边穷兵独武扩大军备 一边军备研发又频频爆雷的情况呢 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 恐怕非常清楚地阐明出了 今天民进党当局设想的 所谓的理想状态 与当前台湾社会的残酷现实 其实存在着非常巨大的落差 那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民进党上台以来 一直走的是一条 所谓的渐进式台度路线 因此它特别强调 要提高台湾的所谓的防务能力 希望以此来提升自己 以武巨统的相应的能力 所以我们会看到 在过去几年当中 可以说民进党当局 在所谓的武器研发领域 可以说是砸下了重金 立下多了相当多的项目 那么比较有名的 其实还包括 所谓的台舰台造 台机台造 等一系列的重大项目 但是从目前来看 除了新闻所指出的 这个项目的延宕 甚至出现严重的问题 其实台湾自造武器的很多项目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延后 可以说也充分暴露出了 民进党当局虽然愿意去砸钱 也砸了非常多的钱 但是台湾自身的工业制造能力跟不上 因为我们要知道 防务武器的制造不是一个 台湾这样的一个 在某些工业领域 具有相应优势的地方就可以做的 它其实更多的考虑的是 你的整体的工业能力 那么从这些项目的延宕和爆雷 其实充分反映出了 民进党当局走以武俱统的道路 其实根本走不通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指出 民进党当局在这些领域 砸如此多的资源 在很大程度上讲 恐怕也是为了民进党 自己能够更好的中饱私囊 因为从目前爆出的 种种的丑闻来讲 这些所谓的军工项目的背后 其实存在着大量的相应的黑幕 那我相信 随着岛内媒体的不断的升挖 恐怕这个项目的背后 是不是也有很多 还没有被爆雷出来的黑幕 我觉得值得观察 并且从这些新闻当中 我们也能再次强烈地感受到 如果任由民进党当局乱来的话 那么不得不讲 未来台湾民众 会有更多的明智明包 被浪费在错误的地方 而没有投入到正确的地方 好的 感谢谢先生的点评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所谓高等检察署 针对潜艇自造案 17号下午传唤中国国民党 集民带马文军出庭 马文军出庭前表示 期盼检方能明察秋毫 尽快还他清白 据台湾媒体报道 应揭露台潜艇自造弊案 中国国民党集民带马文军 屡屡遭绿营民带抹黑 称其将机密文件提供给韩国政府 涉嫌泄密 还到台所谓高等检察署提告 17号下午 台所谓高等检察署 传唤马文军出庭 对此 马文军在出庭前发文表示 潜艇自造案的真相只有一个 作为一名明代 他有行使监督潜艇自造案的职权 不可能做事内神通外鬼 上下其手 匡列预算 掏空台湾 马文军强调 错的不是吹哨者 而是那些被曝光的犯罪者 他期盼检方能明察秋毫 查清真相 还他清白 因为很显然从爆料的阴党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里面有非常多的弊端 甚至会危害到我们的国民人民 我也相信司法会还我清白 马文军还表示 明眼人都看得懂 这就是民进党选前的政治操作 因为现在民进党选情并不乐观 赖清德缺乏题材可以转移焦点 因此才拿他开刀 好在现在老百姓已经警醒了 不容易受骗 他会挺身应战 期待危机变成转机 也感谢乡亲们的支持 近日 有台媒报道称 台湾亚太电信的客服 以解放军战机雷达干扰为由 回应投诉网络信号差的台湾民众 引发岛内哗然 据台湾媒体报道 有台湾宜兰县罗东镇的民众 日前投诉台湾亚太电信 称其网络信号长期不稳定 有时甚至连信息都发不出去 却没想到客服回复称 是解放军战机雷达干扰所致 台媒还注意到 近期有不少宜兰县罗东镇民众 前往亚太电信的门店办理解约 据了解台湾亚太电信和台湾大哥大 此前因停止合作 导致宜兰县罗东镇的网络信号越来越差 有民众抱怨去年7月至10月 信号竟然差到连即时通讯软件的文字信息 都发不出去 甚至基本通话都会断线 台湾亚太电信客服对于信号差一事 一开始承诺年底会改善 后来直接用解放军战机雷达干扰来搪塞 这让投诉人觉得实在太扯 针对用户投诉 台湾亚太电信致欠称 信号可能受到建筑物影响 未来也会加强客服的教育训练 给用户造成感受不佳 表示歉意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经济部门17号公布数据 2023年台湾地区第三季度制造业产值为 45366亿元新台币 连续四个季度负增长 17号台经济部门公布数据显示 2023年台湾地区第三季度制造业产值为45366亿元新台币 较上年同季减少9.44% 连续四个季度负增长 台湾第三季度制造业产值表现 主要受到全球终端需求持续疲弱 外贸及投资动能不足 以及产业链持续调整库存等因素影响 那尤其是在上游原物料报价出现回升的同时 业者普遍采取延和缓的保守下单策略 那部分中下游业者表示即时降价需求也吹不出来 分析具体产业 在资讯电子产业方面 电子零组建业产值较上年同季减少11.95% 其中机体电路业因终端市场需求疲弱 加上半导体供应链库存持续调整 产值滑落至8335亿元新台币 较上年同季减少14.23% 在传统产业方面 化学材料及肥料业 基本金属业和机械设备业呈现双位数衰退 分别年减16.64% 14.75%和14.5% 汽车及零件业因车用晶片供应稳定 加上业者积极促销 多款新车改版上市 买气热落 产值较上年同季增长1.97% 台湾如今万物皆涨 就连多年不涨的百元快捡理发店也顶不住了 有网友发文表示 家附近的百元快捡 今年价格涨到120元新台币 明年1月还要涨到150元新台币 动作快很准10到15分钟剪完头发 不少人想快速修个刘海或是剪短长度都会选择百元快捡 但有岛内网友发现原本经济实惠的百元减发价格如今却涨了不少 一位住在台中的网友发文表示 去年百元快捡洗头加理发 只要100新台币 今年涨到120新台币 而店家近期又贴出公告 明年1月开始洗头加理发 要涨到150新台币 网友直呼 50%的涨幅有点扛不住 有网友感叹现在有什么不涨的 只不过相较于发廊的涨价幅度 百元快捡还算得上是实惠 之前捡了大概700块 然后现在涨到800这样 对 就觉得越来越不太能接受这个价钱 那种头发最近很贵嘛 我会想说会买比较便宜的 后来会就比较便宜的店那样子 在万物皆掌的时代 台湾民众为了互助钱包 也只有能省则省 再来看下一条 据台湾媒体报道 正台大熊猫团团 病逝已经快满一年了 17号台北市木榨动物园方面表示 团团的皮毛已制作成标本 让粉丝缅怀 2022年11月19号 大熊猫团团 应罹患肥胖细胞型新型胶质细胞瘤病逝 在团团去世一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之时 11月17号 台北市木榨动物园对外表示 目前已顺利留存皮毛 骨骼 冷冻精子 及纤维母细胞等样本 至于皮毛的保存方式 经专家多方讨论 基于宾威稀有物种 具有重要科学教育价值 决定以最自然样态制作生态标本 在过程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呈现 团团当时的一个情景 所以我们也邀请了保育员 照顾他的 提供他的形态跟姿态 据了解 台北市木榨动物园 邀请了曾为大象林旺 制作标本的标本师林文龙 为团团进行整体造型雕塑 翻模等步骤 现已制作完成 并依规定进行登记 盒备等程序 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皮毛要处理得好 你的雕塑要做得精准 你要还原它的样貌的真实度 还有开膜 制膜 毛皮在地底化 那个都是蛮耗实的 台北市木榨动物园表示 19号正值大熊猫团团离世一周年 届时 大熊猫馆将有团团与家族影片 及祝福卡缅怀活动 除了邀请大家共同纪念 大熊猫特殊的生理结构 与科学研究资料 未来也可以透过专题教育馆 成为动物学 兽医等相关领域研究人员 与生命教育重要学习素材 了解台海资讯 轻松掌握时事 跟民进党的意见不一样 1450就去咬你 民进党的检讨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 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这就跟台独一样 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 协议里面就是中国DNA呀 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 打台湾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17号 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福建省商务厅 福州市人民政府指导 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主办的 畅游八民有福相见 2023福建旅游交易会 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作为第八届海思国际旅游节的重要活动之一 福建旅游交易会 以文化搭台 旅游唱戏 以节造势 半节星旅为目标 以福建诗和远方的各类元素 创新连结 深度融合 多方位展现海思起点 清新福建这一福建旅游品牌魅力 现在的旅游已经不是原先的 就是普通的游山玩水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 有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个飞移项目的话 通过旅游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更好的去做传承跟弘扬 展会上 众多特色展馆令人印象深刻 其中的厦门馆 浪漫的音乐气息扑面而来 以音乐会为设计灵感的主舞台 结合有粉色钢琴LED主形象墙 音符浪潮发光吊顶 服以大提琴装饰 设计元素无不彰显厦门艺术之城 音乐指导的城市形象 围绕着厦门的城市风貌 还有闽南文化 包括我们的飞衣手工艺 包括这些产品去体现 整个城市的一个文化历史沉淀 还包括一些精神风貌 自然景观等等 本届游交易会参展商近500家 全面展现福建省 在精品旅游 文化创意 飞移体验 乡村振兴 教育研学等旅游 加新兴业态融合发展中的 跨界成果和创新活力 实现福建文理资源宣传推广 第15届海峡论坛 陈静姑文化节 今天在宁德市古田县 临水公祖庙开幕 开幕现场 一寻古礼 共祭顺天圣母陈静姑 临水公朝圣广场上 还举行了歌舞演出 相约在幸福新时代 岭山泯水雾滑心 传统敏剧 奇雨飞声 杂技表演等唯一演出 凸显两岸同根同源 更感觉到心更在一起 这就是我的家 本届文化节 本届文化节以千年临水情 两岸一家亲为主题 持续三帖 今年专门新增 速陈静姑文化 速宁台青年交流活动 及两岸陈静姑文化交流会等活动 增加两岸青年间的互动交流 我也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文化节 然后进来的第一眼 其实就感觉非常的宏伟 很壮观 我也觉得通过这个文化节 可以更好的促进 两岸青年的交流 来这边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临水夫人陈静姑 被誉为旧产护胎幽民的 妇女儿童保护神 是福建最有影响力的陆上女神 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 临水公分工分庙有4000余座 信众达1.2亿人 11月18号 福建省福州第八中学 以吉祥深运三江方华为主题 在台江区吉祥山校区 举行建校170周年庆祝大会 来看报道 庆典以福州第八中学 学生民族乐团的 民族管弦乐合奏 节庆欢舞拉开序幕 主庆典由一流年 续申情向未来 三个篇章文艺展演组成 同步举行的还有 福州第八中学 建校170周年纪念峰首发仪式 文山纪念馆揭幕仪式 福州八中170周年 校庆名家书画 继师生作品展等活动 据了解 福州第八中学 创办于1853年 前升为宝福山女书院 后改为福州私立文山女子中学 接下来我们会以主题教育为契机 坚持五欲并举的要求 为达欲人 为国欲才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为国家培养更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东南卫视海峡卫视记者福州采访报道 16号晚 全球首个也是最大型的冰雪奇缘主题园区 在香港迪士尼乐园举行盛大庆典活动 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 来到花费了七年时间精心打造的阿伦戴尔王国 一起见证盛典 来看报道 当晚的盛典 在冰雪奇缘主题园区内的阿伦戴尔港举行 阿伦戴尔皇家歌泳团 现场演唱了冰雪奇缘主题组曲 用音乐引领宾客走进阿伦戴尔 冰雪奇缘主题园的设计灵感 源自华特迪士尼动画工作室的大热动画 冰雪奇缘 及冰雪奇缘2 整个主题园区 以电影中安娜与艾莎的故乡 阿伦戴尔王国为原型 还原了电影中北山 冰雪王宫 阿伦戴尔港和码头等场景 工作人员也身着电影中 小镇居民的服饰 营造出阿伦戴尔王国 下雪节的欢乐气氛 有那种北欧的感觉 然后很符合想象中的 那个阿伦戴尔的感觉 感觉来到了真正的阿伦戴尔 Frozen是那么受宽营的一个IP 在亚洲还有墙球 所以我们经过去年用心的打造 我觉得是敲出我的想象 因为看到那些宾卡走进来的时候 他们真正的把他们的梦想实现了 现在他们真正的可以走进 电影里面的场景 对我来说真的是我们整个团队 很骄傲的地方 在主题园区里 游客不仅可以从阿伦戴尔王国建筑群中 感受传统的北欧文化 还可以体验三大冰雪奇缘主题游乐设施 以及品尝地道美食 收集特色纪念品 据介绍冰雪奇缘主题园将于11月20号隆重开幕 业界预计此次扩建的冰雪奇缘主题园 将对提升香港迪士尼客流量会有明显作用 我们其实看到 欣喜地看到香港迪士尼度假区游客的恢复 其实是非常迅猛的 从中国内地到访的游客的速度 其实从五一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启动 那暑期我们看到大量的内地游客 无论是来自广东地区 甚至来自像北京上海 也都回到香港迪士尼度假区来去休闲和度假 我们看到整个恢复的速度 其实是超过了整个香港旅游 这样一个恢复的速度 所以我相信随着 魔雪奇缘世界的开放 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访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